而一直要坚持参选到底的台北县长周锡伟呢 在这届满四周年的今天 给他自己四年来的施政表现 打了80分的成绩 然后他就开始开炮了 为什么给自己打了80分的成绩 外界在民意调查上 看他却又始终是调车尾呢 他说都是因为中央给的经费不足 让他没有办法来做建设 周锡伟也不忘批评苏贞昌 怎么两个人都挑了苏贞昌来捉对厮杀呢 他说苏贞昌也要选新北市长 还是台北市长 请你快点决定吧 不要只是嘴巴上说说 同时他还点名了蔡英文 欢迎她成为新北市长的竞争对手 在身穿国旗装的消防猛男辣妹竞歌任务下 台北县长周锡伟 特地找来多位国民党籍新议员站台助政 说是庆祝北县升格新北市 但感觉上好像是要为首届的新北市长选举造势喊话 你做一个中央的执政的政府 对地方上的呼吁 民进党做不到 我们要做到吗 过去这些都是民进党执政做不到 那国民党如果在这上面愿意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 赶快把经费预算通过的话 我相信大家就会感受到换党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到了第四年 我们台北县的建设 所有的一些的成绩应该可以打到八十分 周锡伟炮打中央给的资源不够 不然他的施政成绩还可以更好 不会只有八十分 而为了凸显他参选新北市长的超强意愿 周锡伟还特地向前县长苏贞昌校正 要他赶快下决定 不要只是嘴巴说说 同时也不忘点名蔡英文 欢迎他成为新北市长的竞争对手 苏不一定要到台北市去选 到新北市来选也不坏 到台中选也不坏 如果他真正想要服务的话 但是不要说这个嘴巴讲讲 然后到处跑跑 然后吵一下新闻 然后哪个地方也不去就不好了 说是庆祝北县升格 但心里挂面的却都是明年 新北市长的选举 周锡伟这场上装舞剑 能不能成功 外界都在看 三类新闻综合报道 好而为官知道呢 现在有很大